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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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丢中国人的脸 太可恶了 最讨厌这种人了 看来又一个否认后打脸的 你才是卖国贼 周嘉宁是被冤架是被冤架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别生气了 跟剑盘侠犯得着吗 犯得着 有个人是当面跟我说啊 那不然怎么叫剑盘侠呢 整天躲在电脑后面 不见天日 才敢到处乱喷 你看我怎么收拾她们 你看我怎么收拾她们 看我微博 看我微博 小野 你在微博上替我姐说话了 那可不 都被人家欺负到头上了 必须打过去 可是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难道还要忍下去啊 小野 谢谢你啊 你姐呢 就是我姐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可不会让自己家人受伤的 我一会儿就转发 虽然我粉丝不多 但多多少少也是出了一份力 你就别担心了 这件事呢 我会一直跟踪下去 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小一个 过来 给我过来 干吗 过来 干吗呀 有话好好吃呢 你转什么转啊 你说这么大气干吗呀 过来 你有话好 站好 小小野微博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就是你看到那样呗 我不是让你稳住稳住吗 小野也是想帮我出气 你要他赶紧删了 为什么 发都发了 再说 我觉得也没什么呀 你是没有看评论吧 你自己看 国外推特已经废了 这个邱家宁色诱导师出卖国家机密 这次你仗错对了吧 难不成大神也收钱了 完了 这次死盖大神的车要崩了 看清楚了 拜张小野所赐 现在整个游戏全又普及了一遍 邱家宁卖国始末 手机给我 那小野是好心啊 好心什么 就是蠢 你什么都没干 你凭什么骂我呀 我什么都没干 现在病人都来问我 到底怎么回事 佳妮出了什么事 开始质疑这个实验 质疑这个项目 要退出 我干什么了 我天天在安抚他们 我可不像某些人 天天什么都不干 只会在那儿发泄情绪 我在一起 你是不是一直都是很幼稚 算了 算了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我不说了好了 什么叫算了 你能别用吼孩子的口气 跟我说话呀 可以做出来事 就是小孩做的呀 你终于说真心话了是吧 行 我幼稚 我是小孩 我总是给你添乱行了吧 好了 贾心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 怎么去弥补她 好吗 你说得好像总是我在闯祸 你在替我收拾残局一样 我是人 不是机器 我做不到像你那么镇定 但我庆庆我还能生气 还能沮丧 这至少证明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贾心 你 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没有跟你申请 你不用说什么 你也不用做什么 事情是我引起的 我会想办法解决 以后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给我擦屁股 这 喂 你们在哪儿呢 我们刚到楼下 你赶紧走 楼下来了好多记者自媒体车 采访佳宁姐 怎么了 他说有什么记者 没有啊 谁谁啊 杉交里 来 杉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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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变成网红啊 嘉欣发了微博 江夏也帮她转发了 现在我的事除了我们这个圈子 其他所有人都知道 网络时代 很多事情来得快去得也快 嘉宁你别担心 很快就不会有人再发你了 那造成的影响呢 说我卖主求荣 说我色诱哈里 还 还说我出卖国家机密 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 想哭就哭出来吧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别委屈自己 你说我做错什么了 这件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 嘉宁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你听着 我不允许你辞职 我不在乎沈茂原计划 我在乎的是你 不想你受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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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回去吧 这里凉 给照亮我 走吧 喂 嘉宁 你在哪儿呢 在外面呢 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千万别回来啊 千万别回来 怎么了 身世出事了 不是 楼底下全是等着堵你的人 你最近最好别回宿舍了啊 好 现在 我是有家也不能回了 别发嘉宁 我在哪儿 你的家就在哪儿 你说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那现在这么对我呀 没办法 是啊 有和在哪儿 没事 有和在哪儿 我的肩膀 张开我手中 相信握着 那微微的火光 温柔 记住这所有 希望 就知道一会儿 要怎么做才能翻过邱佳宁 作为投资人 我也是这次事件的首快乐 我也希望乔老师是无辜的 但是很遗憾 你知道原计划对邱佳宁意味着什么 你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逼他辞职 如果他辞职 就表示默认了外界对他的污蔑 你懂不懂 所以呢 心疼啊 想让我放过邱佳宁吗 可以啊 跟我回去 我做不到 好 那就看着邱佳宁痛苦 就像我当天看着向南痛苦 却什么都不能做一样 对 这只是开始 你究竟想干什么 干嘛 想到啊 哎呀 方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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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先都没有行 去呀 邱总不是我怀疑佳宁 但这个事情不仅仅关系到他自身的清白 甚至 甚至还牵涉到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这也有那么严重吗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最近几年 中国科研力量势路破终 对很多老牌的 欧美医药研发集团构成危险 佳宁这个事情 让他们抓住了把握 如果处理不当 会让整个中国科学界蒙羞的 我认为 我们一定要谨慎处理 好 我先和佳琳谈一谈吧 你下去吧 来了 大姨 佳琳啊 你爸在底下的年半天了 快去吧 又再闭嘴 他就帮忙 我就说 我已经说了 你这么说 是吗 你也有个 tasks 你就 还要不然 就能跟密研磨 每天都跟密研磨 我已经有的 怎么 har 你怎么处理 你是我女儿 我知道你不会做那样的事 绝对不会 所以我叫公司的法务 把对你网上所有那些抹黑栽赃 保留证据 诉诸法律 我替你套回公道 我一个都不放过 爸 你相信我 你是我女儿 你会做什么 不会做什么 我太了解了 走你回来的就是要问问你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 公司让我辞职 不行 不能辞 可是我不走的话 整个项目都可能面临要折 你要辞了 那就表示你认了所有的事情 你明天召开个记者发布会 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 爸 爸 网上的舆论你也看到了 不是我说澄清大家就相信的 原计划是整个团队那么多年的心血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了项目 那今天不说出来 不会觉得委屈吗 爸 我没别的选择了 只要能够保全项目 我怎么样无所谓 他们就胖了 是因为还不处理 但以后要是一对 什么问题 你必须有的状况 我只能够在这儿 我准备到这儿 你必须有的状况 叔叔 你陪着他来的 怎么不进去 怕惹您不开心 很好啊 有自知之明 爸 能保证他的安全吗 这个叔叔您大可放心 你怎么回事 邱老师 希望您能理解 我上面还有董事会 还有投资人 我的压力很大的呀 可是黄总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为什么要认 我是相信您这样 可是舆论不相信啊 舆论不相信 难道没有人在乎事实了吗 如果我辞职了 那不就坐实那些传言 问题是 媒体报道已经让我们招募的 部分实验对象 提出了退出实验的申请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 我作为公司的代表 首先要考虑的是 公司的利益问题 您留下 原计划凶得即少 您走 项目可以照常进行 这里边的立场关系 我想您不会不明白吧 正是因为 我个人对您是认可的 所以才提出了 让您主动辞职的折衷方案 这还是我出面 替您争取的呀 明天之前 公司要是收到您的辞职报告 就会发出开除公告 您自己考虑吧 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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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 她说什么呢 明天之前 我如果不递交自成的话 公司就要发开除公告了 谭瑞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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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多多优苦劳吧 她就考虑考虑你的感受好不好 这可能她要不敢 赶紧开除我们也不干 她要开除待终我们也不干 好不好 这绝对是 科学无国鉴 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籍 当我们的国家能为自己的科学家 提供更好的平台和资金 让他们看到更好的前景 他们才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 才能够把毕生的心血留给祖国 而不是在一国他乡的实验室里做二的 甚至做出一些令人不耻的行为 所以您才坚持一定要将原计划打上中国制造的烙印 没错 一个原计划 能让中国的科研力量登上世界的舞台 我们的科研人员走到世界各地都有了地气 其实在二十年前 他就该退休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计划 当然了 那个时候这个计划呀 还只是个设想 他说呢 再等两年 等有了眉目他就退 结果两年又两年 这一下子就是二十年 老王做的这件事情 他不仅仅是一个像 还是他的一个心结 他总是跟我说 他说 中国人呢 聪明 中国的科研力量呢 也不比西方差 现在国内的大环境又好 你知道吗 他恨不得呀 能够再年轻几岁才好呢 他说现在中国呀 正是出成绩的时候 他都知道了 师娘 王老的心思我明白 那科研的这个项目 就拜托你了 这也是王老一辈子的心愿 你说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苏老师 恭喜你 千心如意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妖怪只能怪你自己 原计划 拜托你了 朱耀山 我决定了 我辞职 这次我认输了 我手头的项目都列成了表格 进度也都标注好了 优传密码还是老样子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孙老师 我不接受 这段时间 很谢谢您对我的帮助 我留下来对咱们的项目 没有一点好处的 乔佳宁 你就这么认了吧 但是我不认 孙老师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一句话 轻者自轻 但是我还是 孙老师 我走了 有机会再见 石头哥 江青姐怎么说呀 她还是坚持要走 这叫什么事 这太憋屈了 我论文被公司退稿的事 别让她知道 我盘她自责 我知道 我认识 我认识 懂吗 倩倩 你别恨王老 王老师 怎么会呢 你这次回来 针对 珈宁 不是还在记恨着王老 当初帮了他吗 王老师 这个 仇珈宁 真的没有你们想象的 这么单纯 其实开除的事啊 王老早就知道了 那天公告一出来 王老回来就跟我说 这孩子是被冤枉了 佳宁还在本科学习的时候啊 一次偶然的机会 遇上了王老 就和他探讨了一下 关于哈利在杂志上 提出来的那个观点 那盖尔视频怎么解释 我虽然没有证据 来证明佳宁是清白的 可是倩倩啊 你想啊 要是换做你 你能为那笔钱 出卖自己的心血吗 我当然不会 是啊 你 是不是 你老是个问题 我当然不想要 你拍下来 对你 你不想要 你没想要 把你别的 我的心头 你们 你一定会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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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被推回来 那肯定是因为 邱嘉宁的事情啊 现在那些编辑 对于来自中国的论文 都很谨慎 生怕被扯进 什么抄袭事件 邱嘉宁可真是害群之马 不过 他都这么可怜了 你就别再落井下石了 什么叫落井下石啊 我受了很一年的窝囊气 我今天总算是扬眉吐气了好吗 谁啊 朱姆 朱姆 喂 喂 邱老师 我想问一下你宿舍什么时候搬走啊 急什么 我辞职信都还没交呢 等交了以后再搬后续手续 我就是问一下 我知道时间之后了好安排接下来的工作 等着 那你可别让我等太久啊 孙老师已经被你害得够惨了 我可不想跟他一样 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知道呢 来一下你 你不会以为孙蕾被推稿是因为你吧 他进入到三审了 突然被推稿 不是因为我还能是因为什么 别往心里去 你都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了 还能怎么样呢 是啊 还能怎么样呢 很快就会过去的 还能怎么样 很快就会过去的 剽窃卖过这都什么呀 这就网络喷走病吧 我去 一何止你懂不懂啊 真醉了 你能不能做到 你能不能做到 你能做到 姐 你能做到 没什么 没什么 打开我看看 就是这些键盘侠 你不用看的 不过我看我自己搜 好好好 我给你看 姐 他们这些网络喷子呢 就是想借机宣戏 他们懂什么科学是吧 就是你也别放在心上 科学容不下这种功利的蛇蝎女人 科学共同体 不容许这种盲贼的存在 我明年就要毕业了 辛辛苦苦五六年做的实验 本来能投个二十几分的国际期刊 现在估计十分都投不出去了 谁来挽救我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啊 谁来弥补科学头脑的损失啊 还以为我辞失了 一切就结束了 你怎么办 姐 你没事吧 没事 姐 这庆祝你 孙老师来 是为了给邱嘉宁当说客的吧 但我实话告诉你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 我帮不了他 现在说起来呢 我还挺后悔的 科学大会本来应该是我去 可是临行前赵小山突然辞职 原计划的研究呢 就陷入了停滞 黄总不开心了 所以剥夺了邱嘉宁去参加大会的资格 后来是我找了个机会躲了过去 从公司没有办法才又同意让嘉宁去 是 可是早知道去参加大会 能找着下家 又能把项目卖这么高的价格 我想我不会不去 孙老师 这么长时间不见 变得幽默了 你知道的 实验很枯燥 我们只能苦中作乐呀 我说了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 我真的爱莫能助 你相信我吗 嘉宁她是清白的 无论是哈利还是盖尔 她都没有屈服过你 所以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人的信任越重要了 邱总 嗯 邱总 等 等 停一下 戴上了 抱歉邱总 这么流氓 但是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必须要见你一遍 来 请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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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视频我看过啊 我不相信嘉宁是这样的人 你看啊 前有哈利的采访 后有TKS的公开指责 这一定是有人要陷害嘉宁嘛 更准确地说是 有人眼红原计划背后巨大的利益 而恰好嘉宁又是原计划的要员 那你给我看这个是要干什么 我是想帮嘉宁证明他的清白 但是我需要借助您公司的网络部 你需要怎么做 邱总 这段视频很明显地是被人剪辑过的 但是他的原视频没有删除 还在酒店的服务器上存着 我可以去拿 但是他的计算工作量非常巨大 我必须要人员和设备的支持 我必须要人员和设备的支持 邱总 我们不能再拖了 嘉宁她现在都已经决定辞职了 如果我们再让这件事情 发酵下去的话 那对嘉宁将来的影响会非常巨大 教练从小到大 我都觉得要对她很内疚 四五岁的时候我就跟她忙完离婚了 那时候我工作太忙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带她 所以就交给她保姆去管 但稍微大了一点的时候 我又娶了嘉宁她妈 那时候吴杰的年纪也不算很大 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 那么小的一个小孩 为了不让家里乱 所以我就把嘉宁送到技术学校 就从此以后 一路从小学初中高中 这样你都是在技术学校 还好她挺真气的 听话 成绩好 各方面表现得都很漂亮 我也引以为傲 但后来我发现她回家的次数 越来越少 我觉得这种生疏感是我 是我伤害了她的 所以现在我要弥补 我不准任何人伤害她 邱总 您的心理我非常能理解 嘉宁她是爱你的 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 对您有过一丝一毫的抱怨 我也爱她 我也爱她 很惭愧啊 我们父女到最后 居然连话都不说 她出国的时候 我安全马后地替她找人写推荐信 她回国的时候 我想给她安排最好的生活 甚至在她个人生活上 也想替她安排 但是她就是不接受 所以有的时候想想 我真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邱总 嘘寒问暖 朝朝暮暮是爱 可是彼此独立 互相牵挂同样是爱 至于哪种爱最好 岂是取决于 哪种方式让嘉宁她自己觉得最舒服 嘉宁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她是一个拥有非常多正能量的人 她热爱生活 热爱工作 热爱这个世界 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她的这种热情 而不是阻止她对这个世界的善意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嘉宁会喜欢你 打电话给王老婆 叫什么准备好 是 不如一个劝阳 前学心是痛 剩下了你的消息 习惯扬成了悠感 全是痕迹 花过了花期 花来盛夏凋零 也曾灿若星辰 遗憾而已 你擦肩而过 你当了几句热语 真心的枷锁 人泪远起 岁月过尽 孤星里 我却不能抹去 你留下的美丽 你呼啸而过 伤不合计断光影 在人群中穿梭 无永不尽 我太钟情 不怪你 就让你的鼓励 在我的青春属命 请你就此 别回头 你留给我的失落 都如此温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